南北已经有15个人疑似被冻死了 所以气象局也特别的再度呼吁大家 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穿着后装外套 戴着毛线帽与手套 民众喝着姜汤驱寒 天气冷了好几天 台北市早上出现难得阳光 冒着近10度低温 不少民众起个大早 到内湖和平公园 骑自行车运动 受到寒流影响 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11号清晨 全台各地都是冷嗖嗖 嘉义地区出现5.1度低温 与阿里山零下3.9度 双双创下两年来 当地最低温记录 玉山也只有零下9度 北部地区清晨都在9度以上 台中6度 台南7度 寒流至少影响到14号 所以在15号清晨以前来讲的话 台南以北地区 包括到东北部的沿海空旷地区 深造外达金门马祖 仍然都有机会出现 甚至10度以下低温 预估要到15号以后 气温才有可能回暖 但从9号开始连日低温 短短两天之内 全台已经有15人 疑似被冻死 信号局呼吁民众 不要掉以轻心 外出穿着 要多注意保暖 周期新闻李东益 蒋新梅 台北采访报道